買手在承綑的回收物裡 楊小江仔細分類 她是慈濟的助學生 在長沙的一間醫院實習 下了班特地趕來做環保 這個瓶子 她完全就是說 不單單就是把這個瓶子回收 蓋子 瓶身 瓶身上它紙 還有上面或者是有什麼鋁 或什麼都完全要分開 這環保做得太徹底了 親身體驗才知道回收不容易 楊小江也有了這樣的想法 我一個妹妹現在在讀初中 初一 我想要她也從初一開始 也能夠接觸這裡 讓她從小成長 在這樣一個環境中 我覺得她以後肯定會比我更厲害 長沙豐樹山社區的 液晶環保推動多年 看似繁瑣地回收工作 卻成了學子們的環保教室 感覺很開心 感覺可以套到很多好東西 比如說什麼好看的 還是一些玩具什麼的 很好玩 可以保護地球 小小環保點不僅聯絡 淋漓情誼 也將一顆顆愛護大力的心 串連起來 大家新聞之上美之工唐建雲 一星如 湖南報導